星期一,洛杉磯遭受空前的風暴襲擊被地區帶來了藏紀錄的降雨量,同時暴雨還引發了泥石流。 星期一晚間,加州約有71萬人斷電,這次是數日內第二場由大溪河流引發的風暴。 據國家氣象局報告,南加州幾乎所有地區都發佈了洪水警報和預警,包括洛杉磯地區。 該地區的降雨量在5至10吋之間,預計會有更多降雨。 截至目前,已有3起與次次風暴有關的死亡報告。 洛杉磯市長巴士敦促市民避免開車,並警告道路上有倒下的算木和電線。 洛杉磯消防局表示,有1000名消防員正在應對49起泥石流報告。 130起洪水報告,6起建築火災,以及多起司機在車內被困的救援行動。 截至星期一下午,近兩日已是洛杉磯市中心有紀錄以來第三個最潮濕的兩日。 並且雨勢仍在持續,星期二的降雨強度逐漸減弱,但洪水和泥石流的威脅仍然存在。 Tinawas 記者編輯報導